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卷书顶 其卷书顶 第八句看齐 从知一切微尘中 过有无量广大声韵 三位门起 这一句前面我们也说了不少 清凉大使在《诸节》里面讲的还有一个意思 说如来藏神 说如来藏 使征佛神 其体广大了 无能知者 恒在六七微尘之中 夜夜有情过有藏食 故云过有无边大声 清凉这个解释了非常重要 如来藏 法相为时里面讲的阿赖也是 为什么叫如来藏呢 如来藏在这个里面 如来就是真如本性 这个是真佛神 佛是什么 神在此地是个比喻 佛是大觉 究竟圆满的大觉 究竟圆满大觉 现在已经变成了阿赖也是 所以阿赖也 很不好懂啊 阿赖也是一般真一般旺 一般真呢 就是清凉家的真佛 那一般旺呢 就是寒藏 一切习切种子 所以叫藏食啊 像仓库一样啊 清凉在此地说得很好啊 其体广大了 无能知者 阿赖也是有多大呢 静虚空便发解 他是真往后 真身 佛法神啊 佛法里面讲 法神啊 法神是真身的 华言经上称为 皮诺哲娜 皮诺哲娜 没有形象 他不是色法 阿赖也 阿赖也 也不是色法 这个大家想得 在佛法里面 排列 是新法 新法 第一个 是阿赖也 所以 所以 法神 便 一切除 阿赖也 也便 一切除 冷言经 对这种事情 讲得很透彻 一切众生 他所起的功能 都离不开 阿赖也 我们眼睛 能见 能见 那个能是从哪里来的呢 从阿赖也来的 阿赖也的这个 能从哪里来的呢 是从真心 本性里面来的 我们睁开眼睛 你能见到的 那个量 多大 你就要晓得 你的眼时 你的见性 有多大 实在讲 眼时 有限 见性 无限 眼时 眼时 里头 有障 见性 里头 没有障 但是 现在 见性 被眼时 障碍了 所以 我们没有办法了 看到 尽虚空 变法界 一切 色相 如果这个障碍 除掉了 转实 臣致 转阿赖也 为大圆禁致 转莫纳 为平等性致 转一时 为妙观察致 转前五时 为臣所坐致 这个人 我们就称他为 法身菩萨 这个人 我们可以称他为 尽心臣佛 这个时候 他六根的作用 没有障碍了 佛在经上说 阿弥陀佛 西方极乐世界 距离我们这个地方 十万亿个佛国度 都要记住 一个佛国度 就设为 一个大全世界吧 距离我们多元呢 十万亿个佛国度 一个佛国度 有多大呢 在过去 我们总以为 相当于我们 现在讲的 一个银河系 够大了 那就是 十万个银河系 十万亿个银河系 你才晓得 这个距离之远 但是 黄念祖老局次 跟我谈过 他也有一篇文章 我们把它复印在 这个 无量寿经诸解的后面 诸位都可以参考 他是个学科学的 他的看法呢 佛经上讲的 单位世界 一个日月所照 中心是须弥山 他老人家认为 佛经上讲的 单位世界 才是我们 现在讲的 银河系 这个说法呢 好像也有点道理 因为我们看到 科学家呢 这个绘画的 银河系的 那个形状 确实 银河系啊 周边 很薄 当中啊 好像高起来 妙高峰啊 那个妙的意思 我们懂得 非有非无 所以 他说 佛经上讲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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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弥山呢 他认为 是现在 天文学里面 讲的 黑洞 如果这个 说法能够成立 那么一个大千世界 是多少个 银河系呢 十万亿个 银河系 十万亿个 银河系 是 一个佛刹 一尊佛的 教区 西方极乐世界 距离我们这里 十万亿个 佛刹 你就想的 那个距离遥远 我们就没办法想象了 但是 见性 如果没有障碍啊 我们坐在此地 看西方极乐世界 看阿弥陀佛 在那里 讲经受法 如同 对命 没有障碍啊 迷陀 不来 我也不去 居然就跟面对面一样 世事无碍的发解 所以这个境界 真的 佛刹 这个大乘经济 常讲啊 不思议 泄脱 尽 六根能力 都没有障碍了 佛说法的音声 听得清清楚楚 所有一切形象 如同 目前啊 这样你才晓得 我们这个 能量 能界 是金虚空 别发现 我们的文信 能文 也是金虚空 别发现 六根的能力 无疑不失 尽须空 便发现 我们今天学福 学什么 没有别的 恢复自己 本能 而已 大乘经上 所谓的 圆满 菩提 归无所得 没有一样 是你 心得来的 你所得来的 全是你自己的本能 是你自己的本有 是这么会 事情 法界里面的 一切现象 我们常讲 涉法界 森罗万象 是无限的 重叠 这个境界 是无限的 无限 夜夜 微尘中 过有 无量 广大声音 这个广大 清凉说 无能知 没有人 能够知道 但是他后面说 横在六七 微尘之中 六七是什么 第六十 第七十 第六十 十一十 第七十 我们一般 叫他做一根 莫纳十 这个也不好懂 我们从他作用上来说 就比较容易理解 第六十 分别 第七十 执着 那么欢迎教授 我们换一句话讲呢 那就是 横在 分别 执着 微尘之中 夜夜微尘 过有 藏实 而夜夜有情 每个人都有啊 过云 过有 无边 大声 这个声量呢 确确实实 周边 发解的 大臣经上常说 兴报太虚 亮周杀戒 这是四十 不是 幻想 不是 推测 完全是四十 信仰量 境界 如果我们真 相信 佛所说的 回过头来 想想自己 现在的状况 不要 说佛菩萨讲 可怜明者了 自己也感觉到 很可怜啊 怎么会变成 这个样子 过有 无边 大声 这个意思就说明 平等 众生跟佛 是平等的 一些众生 这个里头 讲到 微臣 讲到 毛孔 毛端 都不是我们凡夫 能想象到的境界 微臣 我们肉眼见不到啊 肉眼能见 那都是 十十多多 微臣 集聚在一起 一件事 很粗 很粗的像 但是 如果 这个 见的 功能 未有障碍 的话 微臣 能见到啊 佛在经上 告诉我们 阿罗汉的 能力 能够见到 微臣 微臣并不是最小的 佛在经上说 微臣可以分 分为七分 七分之一 那就很小了 叫 色居 即位 色居 即位 还可以分 再分成 七分之一 呢 就叫 即位 之位 佛说 即位 之位 就不能分了 这分就没有了 就空了 所以 即位 之位 也叫做 灵虚尘 意思就是 给虚空啊 就非常接近 几乎是 没有了 那么这个是 是不是 今天 科学家讲的 原子 粒子 是不是 这些东西 我们不知道 总而言之 佛经里面 讲的 即位 之位 是不能再分 还能够再分呢 不是 即位 之位 结位 之位 那么小的 这个 遗报 里头 寒藏着 无量 无边的 插头 无量 无边的 广大 声音 我们怎么会知道 未成未放大 世界未放 未缩小 常常听大臣经上讲啊 戒子 那虚米 我们都感觉到 很茫然 戒子是戒菜子 戒菜子很大了 比位成大得多了 虚米是虚米山了 虚米山 藏在戒菜子里面 虚米山没有缩小 戒菜子没有放大 它怎么藏得进去 虚米山不来 戒菜子不去 如何藏进去 实在讲呢 我们用眼来见 就稍稍能体会到 这个道理 我们眼球的瞳孔 不大了 我们要是看 喜马拉雅山 那么一座大山 看得清清楚楚的 喜马拉雅山 尽了你的瞳孔了 它进去了 我们这小小瞳孔 怎么能容纳 一座大山 那这小小瞳孔 又如何晚上观察 这个太空 晚上我们看这个 银河系里面的星星 全都入进去了 实际现象就像这样 重重无间 这个星星 到底下一瓶筋 还要细数 世界成就品 滑藏世界品 跟我们讲宇宙 广大的 以报 我们活动的空间 那个是自己 新一新 变现出来的 这个清凉书里面 这一段 它说了很多 里面有几句重要的 句子 我们可以念一念 它举古德所说的 说四等五成界 四身相为粗 这是五成 法 法不是物质 是限量进的 物是清正 度物成相 我们言见思 而闻生 这个五根 借出外面的物成 没有感觉的 有成的这个相 如来藏中 顿心生气 二物成相 这一句话 就是华严经里面所讲的 为心所限 为时所变 新现实变 好像也不见成相 这个成相到底从哪来的 所以底下讲的 六七妄想 第六诗的分别 第七诗的执着 分别是妄想 执着 执着 执着也是妄想 无明还是妄想 无明是妄想的根 所以我们称之为根本无明 真的是天下本无事 是从哪里来的呢 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来的 由此可知 立妄想分别执着 现前的境界 就是一阵法界 一阵在哪里 争忘后后 你 期妄想分别执着 这个境界 就是 这个梦幻泡影 你立妄想分别执着 这个世界 就是一阵法界 一阵 一切阵 一望 一切望 真的里面 不能架杂 丝毫的妄想 加一点点望 全都变成妄境 所以佛法的修学 古大的常识 但处其妄 莫根密针 处妄出什么呢 处妄想分别执着而已 没有其他的啊 除掉之后 六根所看的六镜 不一样 望出了以后 我们眼镜 那就不是眼实镜了 是镜性镜 镜性镜外面是什么 色性 不是色尘了 而文身 不是用耳识 去闻了 用闻性 闻 闻的也不是身尘了 是身性 这就是中文里面讲的 明心 见性 见性 望没了 真现性 望没有了 哪些境界是望呢 六道是望 十发界是望 六道十发界都没有了 勇家大使 正道歌上说的好啊 梦里明明有六去啊 梦是迷啊 迷的时候 明明有六道轮回啊 有十发界 绝后空空无大千 绝了 绝无之后啊 明心见心之后啊 六道没有了 十发界没有了 我们要问是不是真的没有了呢 那个没有啊 没有了啊 六道没有了 十发界没有了啊 六道十发界还在啊 对他来说 没有了 对别人 没有悟的人呢 有啊 迷人跟悟人生活在一起啊 排排坐啊 一桌吃饭啊 境界不一样啊 悟的人 他现前这个境界是一阵发界 迷的人呢 是 是发界 是六道轮回 他重叠在一起 但是一点都不砸 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我们总是重叠 他就混杂 太多的重叠 像这个 我们照相一样 如果有十几张 这个底片重叠起来 洗出一张照片 就是 母虎什么都看不见了 迷雾境界里面的重叠 再多的重叠 真是 无量的重叠 他清清楚楚 一点都不夹杂 跟个妙 不可思议的境界 古德正经说得好了 因为六七望想 为有我法想 所信向 是分别变 妄想的根 就是我见 我知 精干精商 教导我们 真正用功 从真理下手 佛说得好 若菩萨 由我 这个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即非菩萨 我像 执着这个身 是我 我的对面是人 执着那个像是人 我人之外 山河大地 森罗万象 众生 这从空间上讲的 受者是时间 过去 现在 未来 这四项 也展开 就是 静虚空 别发现 你在这个里面 其量分别 执着 佛说 你不是菩萨 不是菩萨 你没有觉悟 宣庄大师 翻菩萨 翻这个菩萨 菩萨 叫 觉悟有情 觉悟的 有情 众生 如果这个四项 你都有 四项 有一项 四项都觉悟 不能说 四项 我破一项 还有三项 没破 没这个道理 你没有觉悟 金刚经的境界 给主要说 是 原叫 粗诸菩萨的境界 别叫 粗地菩萨的境界 他是大臣 入这个境界 就超越十八界了 后半部 讲得更深一层了 那不是像了 我界 人界 众生界 受者界 这个威蝎 这个威蝎 见识分别 你还有这个分别 前面那个像是执着 执着比分别严重 所以不执着 但是你还有分别 你不是菩萨了 那么这个菩萨 跟前面那个菩萨呢 当然 地位不一样 如果就别叫来说 你还有 我像 人像 众生像 你不是 三行为的菩萨 如果你还有 我见 人见 众生见 你不是 地上菩萨 你这个菩萨 没登地 登地 我们称 菩萨 摩护萨了 菩萨这个界位 高下 总有 这个花言经上 讲的 五十一个 等级 摄心 摄住 摄心 摄回向 摄地 等级 那么我们 我们今天 连出行为 都得不到 都得不到 一照一般经论上 所讲 出行为的菩萨 三界 八十八平 建火 什么叫建火 错误的见解 对于三界 错误的见解 没有了 这个错误见解 头一个 神剑 把这个 当做 自己的神 我们是不是 把这个 当做 自己的神 还有这个 神剑 那么说明 我们八十八平 进或是一平 也没断 这个是 慎祖的凡夫 没有办法脱离 六大轮回 脱离六大轮回 是要把这个 不但 建火要断尽 撕火还要断尽 似乎三界 总有八十一平 三界九地 每一地 有九平 九九八十一平 贪嗔吃慢了 这个东西 统统断尽了 正阿罗汉古 除六大轮回 超越三界 超越三界 到哪里去呢 四圣发解 这个用现代的话来讲呢 这是不同维持的空间 高维持的空间 圣文发解 圆觉发解 菩萨发解 佛发解 这个佛 主要记住 是设法解 里面的佛 天台家所讲的 藏教佛 通教佛 没进行啊 天台大师 把这种佛 判作什么呢 相似即佛 他不是真佛 相似 如果把 沉沙烦恼断尽了 沉沙 就是我们这个经上讲的 分别 事出事件 一切法 分别的念头 没有了 再破一瓶无名 那就超越 设法界了 这个叫征服 分阵服 也是我们华言经上讲的 四十一位 法身大四 这个四十一位 法身大四 天台家说 他们是分阵即佛 那是真的 不是假的 四十一品无名断尽 就尽即佛 那就是我们讲的 圆满服 这个话 不太好懂 足是大的 用比喻 让我们从比喻当中体会 他把真佛 比作月亮 你看月亮 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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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月亮 一直到寿武 没有完全圆满 都叫做分阵即佛 它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但是那个光大小 不一样 到寿武呢 那就究竟圆满 满月 没有一点欠缺了 把这个比作月亮 比作真的 那相似接佛是什么呢 相似接佛 他说 列目 所见 什么叫列目呢 你晚上看月亮 你就试试看嘛 你把这个手指按到你这个眼睛 用力按一下 看到两个月亮 这两个月亮呢 一个月亮是真的 一个月亮是相似的 月亮只有一个 怎么会出现两个呢 用这个比喻 受法界 四圣法界 他们所证的国位 是相似的 不是真的 相似前面 还有个位置 观醒 观醒是 我们用功夫得力了 观醒好比是什么呢 好比水中之月 我们在河边上 湖边上 看到了个月亮的导影 我们见到那个月了 那是观醒位 那不是真的 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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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些比喻 我们稍稍能够体会到一些 但是 如果心水不尽 望省 望省很多 就像那个水 湖水 起了风浪 月银 不陷在里头 你看不见 必须风平浪静 湖水 像一面镜子一样 这个月光投射 你才看得清清楚楚 这个意思 是让我们 觉悟到 我们的心 要清净 唯有清净心 才能跟 自信相应 才能跟 一切祝佛菩萨感应到脚 祝佛菩萨 迎现 我们六七十种 就是 金山 讲的这个境界 我们心水要不尽 妄念太多 佛菩萨在不在你这个心里头 在 在 不能现象 湖水里面 起了风浪了 月光在不在 在 肯定没有离开的 但是 你就看不到 那个月亮的现象 这个比喻 比喻得很好 随佛法的修行 心要尽 一念不生 一切实 一切出 你能够真正保持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这就叫 祝三妹 但是这个事情很难 难在哪里呢 那个风浪止不住 风浪是什么呢 烦恼 习气是风浪 没有办法的 你控制不了 这就产生了 这就产生了修行上的障碍了 在所有法门里面 这样你才能真正体会到 这个持名念佛的殊胜 佛教给我们 我教给我们持名念佛这个方法 用意在哪里呢 用意是 把我们心里面的风浪 洗掉啊 那就是真正的功德了 功夫 你真下的功夫了 得到的是什么呢 风平浪静 你的清净心 你的清净心得到了 你心里头再没有妄想分别之处了 这个时候 你跟一切诸佛菩萨感应到教 你确确实实 能够过佛菩萨的生活了 这个生活虽然不是真的 接近了 你出入门了 佛菩萨的气氛 你已经感受到了 那个受用就很不可思议了 这是什么 功夫得劣的现象 在我们净土宗家呢 功夫成片 聂佛人 最浅的功夫 功夫成一片了 心定下来了 主一定要晓得 这不是一心不乱 但是有很多人到这个境界 以为自己的一心不乱了 那是错误的 那他对于教理 教义 了解的太少 把中途站 误会以为是目的地 但是什么 能往生 这个境界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是生 凡胜 同居图 决定的神 生净土 诸位要晓得 里头最重要的条件 古大德常常讲 心净 在佛陀界 你心不清净 你念佛念得再多 寒山诗德 他们所说的 你一天 念十万声 二十万声 寒破喉咙也枉然 为什么呢 心不清净 念是念了 没错 妄想习气 那个风浪 没有平息 没有压得住 这个不是断烦恼 浮烦恼 你浮不住 那么由此可止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应当怎么做法 对我们自己才真正有利 日常生活当中 越简单越好 想 古今中外 这些大声大声 你看他们一生 那个这个物质生活 真的是随遇而安 没有一丝毫强求 什么都好 你要晓得 这才能叫心定下来啊 才能叫心啊 心水平了 像一面镜子一样 你然后才能照剑 其实 真正照剑 那功夫很深 我们这一生 很不容易成就的 这是什么 叫观照 宗门里面叫观照 我们净土宗叫做 功夫成品 你自己 你自己会有信心 决定的神进度 在罗易烈一天的时候呢 你可以预知实志 功夫在上一层呢 还是这个功夫 并没有断翻脑 浮烦脑功夫 他里头也有前身尘世 不一样 高尘世 那个浮烦脑啊 往生西方净土 可以随意 可以得志在 想什么时候走 就什么时候走 想多住 过几年也没妨碍 生死自在 生死自在 不难啊 你要想是 断烦恼 难了 那就是我们念佛人 讲的 理一心不乱 四一分难 理一心是断烦恼 这个四一心是断烦恼 理一心是民心尽心 那个真难 真不容易做到 净土能够 扑渡一切众生 就是功夫成品 浮烦恼 但是在其他法门里面 浮烦恼不行 浮烦恼不能成就 一定要断烦恼 其他宗派浮烦恼 只能到四界天 五色界天 到那个地方 再休息 尽死烦恼断静了 除了六道 除不了十八界 重重关口 净土宗 只要把烦恼扶住 就超越六道 超越十八界 不可思议的法门 诸位要晓得 这个原理 一定心要亲近 心近则途近 不可以有分别执着 分别执着 是肯定障碍你 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